俄罗斯总统普丁罕见宣布大赦 但对象不是政治犯而是他们 连人要游泳都嫌不够大的水池 竟然养着鲸鱼 镜头拉远场面更惊人 一格格长方形的水池 圈养上百只虎鲸和白鲸 俄罗斯远东纳霍德卡的鲸鱼监狱 自从2018年曝光后 招致保育团体踏伐 国际请愿网站Change.org 连署人数破140万 要求俄罗斯释放鲸鱼 曾经出海做事猎金的普丁 在收到陈情信后 下令让11只虎鲸和87只白鲸 回归海洋怀抱 有需求就有供给 从这座监狱输出的鲸鱼 多半到中国进行魔鬼训练 这里是广东珠海的海洋公园 以全世界最大而自豪 像这样的鲸鱼表演 在中国还有60处 数亿人的好奇心 加上俄罗斯非法猎捕贩卖 加速鲸鱼 濒临绝种 如今普丁大发慈悲 近百只鲸鱼 有望在今年夏天重获新生 但是海洋世界最大卖点的 鲸鱼表演 岂是说停就停 怕是有其他监狱 乐得接手 暴力生意 三立新闻张信恒报道